各位同修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談百孝篇第四章 《回心護孝天禮環》 這個回心護孝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人在成長過程 有時候你所做的事情 違反到法律或是違反到名聲 這對父母親來說 他們都是看在眼裡 痛在心裡 就像一個人吸毒 飆車 賭博 有時候上網咖 上到晚上不知道白天 或是不盡其子 對自己的知識上不用心 在他們在相處的時候 本身得罪的人太多了 這些在在多的是影響到父母親的名義 甚至會影響到家風 甚至也會影響到你 假設是有這樣 希望我們能回心護孝 來檢討自己 改變自己的個性 改變自己的行為 改變自己的思維理念 走入正規 反正你做好做壞都是過一輩子 但是過一輩子的結果它是會不一樣的 人家屬於說我們中國人就有一句話 老虎屬了就留這個皮 人屬了就留什麼 留人的一個名義 人的一個名義 既然是這樣 都是過一輩子 我們為什麼要去維穩到法律 維穩到名聲 維穩到這種名義 這樣對父母親來說 對你來說都是不好的 所以百孝篇第十四章 《回心護孝天禮環》 這個主題不錯 我們來談到這個四字二 心不存順中之歸 口不土性格之言 就是說你心裡沒有謹慎小心 貫徹屬中的規範 口說不合理法的一些語言 這個在於都有非常地小心 有的人是出口三字經 他已經養成習慣了 這是講不好聽的話 有的人是有心的挑撥離間的 有的人是習慣性的 很喜歡講人家的這些小樹灰 空氣會污染 情緒會感染 你最近在講什麼事情好奇怪 無形中你就會一直講 造成你變這種習慣 你不知道你這種嘴巴 人就很怕你了 想要離開你 所以一個人的嘴巴如果甜 都是講好話 善言善禮 人家很喜歡和你相處 好好是一句話 壞話也是一句話 那當然要講好話不能講壞話 但是人的這種慣性 我們台灣有一句話很好聽 好嘴的吃素亨 這個意思就是嘴巴甜的人 他到哪裡去都可以吃到好的東西 人家請客請你吃的時候 那個人那麼辛苦的煮給你吃也好 泡咖啡給你喝也好 泡茶給你喝也好 說實在的 東西能全部懂得好壞的人不是很多 平平的大家都懂了 更高的境界是不一定的 但最起碼 我們可以評估對方請我們的能力 你應該要講上那句好話 泡咖啡給你喝 再怎麼擦咖啡我跟妳講 都是會香的 對不對 很香喔 喝起來很好很香喔 這不是很爽嗎 對不對 喝起來感覺精神很好 泡了人家很喜歡你 曉得你是內行的 一來就想盡很多的辦法 要來請你吃東西 煮東西給你吃的人 人家在廚房裡煮了滿頭大汗 你講一句好話 那不是很好嗎 對 講好話也是會習慣 講壞話也是習慣 有兩位同事 他們從事之間都互相請客 這個月就吃你這一家 下個月就吃你們這一家 那第一個月就請張先生 就吃張先生他們這一家 那張先生這一個人 他真的是很老實也是很好 很好 講好聽起來說做人也是非常的謙卑 剛好那一天 十二同事到他家來的時候 輪到他老婆煮飯煮菜 他負責端菜這樣 他老婆每次煮的菜端出來的時候 他都怎麼講你知道嗎 大家請用請用 因為我太太煮飯的功力很差 不好大家多多包含 多多包含 請用請用 這個第一盤端出來 給你講一下 當作謙虛 當作客氣 第二盤端出來 大家請用請用請用 不好意思 因為我太太煮的菜比較差 比較不會煮 比較沒有那麼好吃 大家就多多包含 請用請用請用就這樣 你看 他老婆在廚房聽到 在煮菜那個動作越來就越出爐 你知道嗎 火氣越來越大 大家所有的同事 在餐桌裡面吃飯的時候 他們也感覺這個菜真的不好吃 人就是這樣 搞到最後 賓主都是好像很無奈 因為吃了一餐很不好吃的菜 但是你知道嗎 那個菜真的煮的是很老熟的 他每一句都講這樣 我們台灣人有一句話 請客客氣的時候都講說 請用請用 出菜薄酒 出的菜薄的酒 請用請用 就講一下 所以有時候我們中國人的客氣 反而有時候過度很不好 就明知道你兒子考上北京大學 人家來講 恭喜恭喜啊 你兒子考上北京大學 沒有啦沒有啦 說沒有啦 沒有變成我說謊話囉 明明就是已經放榜 你兒子真的考上北京大學 跟你祝福一下你說沒有 其實在我們中國人來說就是客氣 謙卑一下客氣 但是好奇怪 回話起來外國人聽不懂你們在講什麼 明明有人他說沒有 跟你恭喜你說沒有 你說我恭喜什麼 都白恭喜的 所以這一餐 他就出的真的是 那個氣氛不好 下個月就輪到李家這一家 李家這一家夫婦他們很熱忱 但是他老婆煮菜的功力 說實在的不敢領教 但是當李太太煮第一盤菜出來的時候 也是李先生去端菜 他端出來還是講的話 大家請問請問請問 我老婆為了要請你們 我們兩個到希爾頓飯店 去訂了一座一萬三千塊的餐 吃了之後全部把它抄襲回來的 所以這一餐也算代表一萬三千塊的 請問請問你看 這是不一樣色相位齊錢 大家就趕快吃 啊真的 第二盤就來說 來來來請問請問 齁 這一盤是第二盤是什麼名字 因為有抄嘛 有名字 齁 我太太很用心 很用心 現在已經是五星級的大詞 已經不一樣了 一流的詞詞 每一盤都端出來